三方美设计师所带领的是经济部合格登记的团队 而且个人领有合格的设计师证照 擅长为屋主打造完美的客制化美学空间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空间应该就是 我个人觉得每次看到有西口的房子 就会很有一个你的个人的代表跟特色 我想今天的屋主应该是远在内地大陆的时候 就已经锁定是你了对不对 对 其实当初他看到电视 当下其实他台湾还没有另外资产 那么他就跟他太太说 就如果我们台湾再买房子的话 一定要找这个设计师来帮我们做设计 观看电视就非常喜欢你对不对 对 因为他曾经看过我亲自在我的工地 为了我自己的要求品质 自己亲自上设 他说看到我那个坚毅的背影 坚毅的背影 决定把将来的新房子一定要委托由我来做设计 其实大家都第一次认识嘛 可是他们透过电视看到我对一些施工品质的一个要求 所以他们一次是把两户房子完全交由我设计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其中一幅比较小坪述的 是的 大坪述的还在干 对 育月两年后 两年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感觉 好 不过那个时候屋主也有说他们在这个看到电视的时候 尤其有一个这个小孩子的房间 你那时候把他打造成是哈利波特消息的密室 没错 那时候他们就叹为官职一直给你勿涨 对 那个案子其实当下其实蛮轰动的 因为就是很少把小孩子的房间做得那么有主体性 那屋主的儿子大概几岁的成年 今年应该是还在当兵 还在当兵 大概几岁呢 大概20出头左右 20出头对 可是20出头的这个男生你会为他打造什么样的空间 我们先卖个官职好不好 OK 不过我们要聊的是空间的色系其实非常的清楚明了 黑白时尚的色系 对 其实我常说黑白一线间流传总永远 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经典 那这次这个房子的氛围其实除了黑白以外 还穿插一些灰色的系列 就是反正就是要创造出非常有质感大气的感觉 好 以前看到你的空间里面一定会 可能以夫妻的姓氏啦 或者是夫妻的姓氏来玩做一个家徽 是 如果今天的家徽换一种方式喔 对 因为男主委女主委他们想说 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对 那么我就是看看观察他们的一些 用的一些东西啊 他们的品味 我想说 OK 那就用两大名牌的那个logo 精神logo 是把它融入 所以这是用一些山茶花 跟圆花跟煎花 一个是C牌 一个是L牌的这个名牌的一个家徽精神 对不对 被你发现了 OK 所以待会在空间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主要串联家徽的精神 可是我觉得空间当中小细节都会看到 没错 好 那我就会请观众朋友 没有期待的星期 一起进入今天 游戏口的黑白时尚空间 通常呢要看游戏口的空间 你会发现从玄关一进来 就会开始精彩 对不对 对啊 你刚才进来一看到 哇 端节的壁子 分我就是要时尚嘛 黑白灰 所以这是在那个壁子上面的选色呢 就是像男主人跟女主人的image一样 宝宝也感觉是非常的很酷很闷 那女主人呢就是非常娇滴滴的 而且讲话也是很柔的 我觉得这个壁子就很想反映他们夫妻 两个的个性 好 那你刚刚说 你把他们特制的那一个 不是以姓氏为主 可能是以两大龙头名牌的一些组织 去做的logo呢 学官就可以看到了 对 在我们进来的右手边那边 其实有个那个鞋柜区 那鞋柜区的门片上 你是用灰镜来做铺陈 那整个效果会更大 然后重点是它上面的logo 也是用那个尖花的image来做设计的 然后代表是它是开启的方向 对 那再来就是它的壁上 那我就是不把它框在框框里头 就是在很外放的整个抱出去 当屋主感觉是发到爆 满到爆 满到爆的image 好 空间当中这一次 因为我们说过是一个黑白时尚 所以我发现在空间里面 你这次框用的还蛮多的耶 是 因为由于要整合一些原建商 就有的框 那它原来框也比较小 然后是咖啡色的 那因为我这次要整合黑白灰的 时尚风格嘛 所以在一些框的部分我有加大 那其实你有看到门灯上面 一些我刚才讲一些小坠肉的地方 好 把它一起整合起来 原来建筑物的一些坠肉部分 OK 所以特别像是 刚刚你说厨房本来是建商给的 是比较细 然后比较编的一个框 是 我们把它夹大成很黑 对 我喜欢你的那个说法就是 修坠肉 没错 这样的做法真的就是 把建商结构上面的一些 不好看的地方 或是零零碎碎的小机灵的地方 全部修成是一个完整的框 就把它感觉好像是雕塑一样 嗯 这样子 可以 好 好 今天屋主要很可爱 除了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就锁定 台灣的房子一定要可以有吸口座之外 其實他們對房子這個需求 跟別人的想法也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是 其實當初男主人跟我講說 其實他買這個房子其實是毛胚嘛 所以很多的空間比例可以自己拿捏 所以他特別跟我講說 他在客餐廳的部分 他感覺要大氣 要大 可是一些媽媽要的一些功能 基本他覺得夠用就好 你說收納的部分嗎 沒錯 他不想房子拿來是給東西住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希望空間寬敞一點 大氣一點 也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電視主牆 其實就是跟以往的電視主牆 一定要有一些檯面 一定要有一些收納 這樣子的想法好像是剛好顛倒過來了 是的 其實這次的那個電視主牆 其實我這次做的比較不一樣 大理石是整個很初學的 初學就是這種點點立地 整個大理石 然後他其實他旁邊的氛圍 就收一些羅馬的拖住啊 然後左右兩兩相對稱 有那個超纖維PBC皮 可是你看你以為有看到上面有的縫線 是我們特別去訂做 去縫製出來的 就是很像高級精品的包包 他的那個車線 車非常漂亮的 是的 然後再加上兩個壁燈 銀色的壁燈 把他整個主牆的氣勢帶出來 然後他右手邊這邊 真的還是有保持他功能性的機櫃 那機櫃上面的通風口 我們是用黑鐵的雷射 那這個花紋呢還是一樣 跟碧子花紋來做穿插的 他的收納還有一個地方是整合在兩邊 你的訂製家具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就是用裝置藝術的概念 不要所有全部是做實在現場的 我們訂做放在現場 那上面可以把一些他們喜歡的收藏 整個空間裡面可以有 比較有他們自己的味道 OK 那這樣子的電視主牆 其實因為客餐就是一個大開的空間 然後是一個整合的 所以一邊電視主牆是主角 另外一邊在餐廳的部分 我們也不能忽略跟馬虎的設計 對 基本上我們是 還是以兩兩相對稱 前後也是相對稱 只是左右 後面的左右是收納櫃 那中間的部分也是用那個 一樣的壁子來做空間穿插 然後一樣壁子的那個下方這邊 我們做了一個餐櫃 餐廚櫃 是用訂製家具的做法 然後它也可以擺一些東西 或自己的展示品 可以擺在上面 開放的客餐廳空間 立刻吸引清雲目光的 是整面的優雅窗簾造型 JOSICO以巴黎高級定制服的概念 用黑白為基調 在窗簾盒下方15公分處 以細緻的線條搭配流書 讓俐落的窗簾造型 增添了一絲優雅的柔美 空間裡面 JOSICO還有一個就是讓大家津津樂道 就是假如屋主不想要地毯 可是又想要讓家具有那種一家人的那種feel 你的地平的設計也常常讓大家會去詢問 是啊 因為這次媽媽還跟我講說 他就是不要地毯 因為他們會怕過敏嘛 他也喜歡大理石 可是他怕不好保養 那他索性說 那我就是用8080的拋光石銀磚 加上他要大理石的氛圍怎麼辦 我也只好去找大理石 特製一個他的滾邊的框 大理石跟拋光石銀磚做接合 然後用大理石的工法做膠填縫 讓他整體感覺更完整心以外 你會覺得說 他進來就是整個都是地上Bling Bling的 有一個中心了啦 對 然後效果會更好 好 而且今天空間當中 有一些些家具的巧思 是你自己畫圖設計的對不對 對 我們先來聊哪一個 我們先聊餐桌好不好 因為餐桌 你剛才看到我的家徽 其實一般人就是咚就放在正中央嘛 可是我想到正中央被菜擋到啦 永遠只有鍋子的底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這次就是在把它做的斜對角 兩兩相對稱 那感覺好像在互相共鳴的感覺 然後你看我的餐桌的邊框 其實它是一個長方桌對不對 可是長方桌在我這邊就不夠優雅 所以我在旁邊就是做了一個花瓣的糊塗邊 再加上那個霸果邊那種層次出來以後 然後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桌面是烤漆玻璃 所以很好保養 是的 然後也不怕說 一般是木頭的上面加烤漆水汁又跑進去 就是被刮花了 我這次都不用使用起來都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可以美美的 然後再來你看它的桌角 也量一下我們人體工學 腳放進去不會卡掉 不會撞到桌角 或是什麼它痛或是我腳痛也不會 所以那個腳的造型也是很優雅 除了這個餐桌之外 我還很喜歡一個東西我想把它帶回家 沒有啦 我是說我想但是我不會 就是我現在坐這個椅子 好可愛喔 這個八台椅它是Hello Kitty的頭耶 因為媽媽非常喜歡Hello Kitty 所以首先我們在跳家具的時候 我就說媽媽要不要設計一個八台椅 是Hello Kitty的頭 他說真的可以嗎 我說Of course 我們就快看看吧 所以出來感覺很好喔 超可愛的 還有Chin 你剛才有看到我這個布 這布又是第二個我想要放在身上穿的材質 因為這個就是有個名牌包 還有它的名牌外套 一直在講那個軟泥布 軟泥料 所以它就感覺質感很像它 那這個布我還要用在那個 單人椅上面的一個 這個靠墊上面 對 所以它是感覺是很舒服 然後又耐看又耐髒 所以看到目前為止 我終於可以體會就是那個 巫主說 他非常非常滿意你在各方面的工法 因為是非常的精緻 因為就是整體過程當中 你要一直FollowFollow一直想 隨時都是在思考 我覺得啦 看哪裡可以再做更好更好的修正地方 我都會一直在注意這方面 OK 到底有些可有幫今天屋主的這個男生喔 規劃了一個什麼樣的主題類房子呢 來看一下我身後 鋼鐵人耶 哎呀 哈利波特可能年紀層會比較小一點 可是我覺得鋼鐵人 是男女老少通殺耶 哥哥Jason都最愛 對啊 先講講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找 這樣子的主題人物 來幫他規劃這個房間 其實在開放空間都OK 其實馬巴巴巴的自己的風格啊 定調他自己都很清楚 可是唯獨在他寶貝兒子的房間 一直找不到他的一個keyword 就是你索性那天在工地 我就說好阿姨來看看你身上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把你的image找出來 索性就看到身上收出這個東西 我說欸你身上怎麼有這個 說對啊我喜歡鋼鐵人啊 嗯啊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用這個鋼鐵人來做發想 來設計在他的這個臥室裡頭 他說真的可以啊 我說你就看看吧 就看看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這個是鋼鐵人 是 真的是一模一樣耶 放大板 放大1比1的放大板 那這個左邊的牆面上 其實還要整合一個 是進去他的浴室的空間 的門 所以說比例上要拿捏以外 讓他還要正常可以開啟 然後重點來了 因為這個鋼鐵人這個image 是拆解然後再重組 對要非常快速 那由於這個案子 我當天吧就是看了午夜場 聽說也是快結束了那個午夜場 看了以後我就更能融入他的氛圍 對 其實他的工是非常難做的 我先講漆好了 我很厲害 這個漆色跟我手上這個模型的漆色 這樣一模一樣 其實合了很久 後來我們找到汽車的烤漆 廠的顏色才合出來的 過程很辛苦 可是我們真的是還滿滿意 還有這個螺絲孔 上面都有做出來 這兩個角色 對 其實真的是 要完成一個夢想 其實一定要不斷的堅持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 進廁所的這個把手真的很酷又很炫 來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 Give me five OK 聽說這個 其實還會通電喔 這個手的大小是 屋主子 兒子是手大小 手的大小 幾乎是他的手大小 而且我知道中間就是鋼鐵人的那顆心臟 它其實顏色可以跟著裡面 有沒有變化對不對 是 我們還想到它維修部分 後面還是有特殊做一些 可以讓維修燈泡的一些器官在裡頭 為了搭配有強烈色彩的鋼鐵人牆面 YOSHIKO以中間的色調灰色來作為空間的主色 以深灰淺灰的幾何色塊做搭接 呈現出年輕人的活潑度 接著我們來看到主臥室這一間喔 主臥室當初它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手要解決的問題 應該就是窗戶 它其實窗戶比較多對不對 對 它窗戶很多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是更天暗房嘛 零暗房 對 所以基本上臥室部分我們不講太多的光線 當初它其實也是毛配嘛 所以隔間我們可以自己來重隔 基本上屋主的訴求是希望有雙更衣室 對 那麼所以我們隔除雙更衣室出來以後呢 男主人一個女主人一個嘛 所以說基本上窗戶就會讓到更衣室那邊 那更衣室那邊媽媽的感覺就說 可是我那個角落可以看到101 我想變成一個櫃子 所以首先我們那邊也設計了一個臥榻 平常要在這邊洗澡出來要擦乳液什麼也可以啊 或者是在那邊放鬆心情看外面的夜景也不錯 所以是用這樣的感覺來做它的設計 OK好 不過我有發現有一個特色就是 以前我看過你用金漆 或者是銀漆 這次你的手工漆部分又換了一個顏色喔 因為在主臥室這邊的氛圍就是佛媽媽的感覺 所以這邊的部分我們除了用一些氛圍用線板來做鋪成以外 你看在一些重點的花板地方 我們有用手工像紫色淡米淡雅的漆上去 包含到主牆面這邊也是 紫色底金色的Logo 這個金色Logo感覺也是很像有鮮花銀花的image 我怎麼覺得它像錢 也是有這個image 這是燒彩進寶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紫色跟金色 床頭版這邊也是 紫色的封皮加上金邊 好像感覺是有點又浪漫又貴氣的氛圍出來 屋主從電視上看到 遊戲口對設計的作品的堅持 那決定把他的新家交由遊戲口來設計 那麼自從他把新家的一些功能啊 風格 氛圍確定以後 就全權交由遊戲口及我們的團隊來服務 那麼也很感恩他們這個全程 都非常的信任與支持之下 才會有今天這個 屬於他們有他們溫度的漂亮寶貝誕生 也很希望他們搬進來這個新家以後 身體健康一切順利圓滿 就是口感恩你們 謝謝